我们刚刚看过透过这个stake operation 让你很方便把任何一个high level的一个inspiration 的一个assignment 转换成virtual machine code 就像我们刚这个case里面 是一个high level的assignment 那如果你要用这个hack的assembly 来实作这段code你应该会很痛苦 可是当你把它转换成这个virtual machine code 你会发现还蛮容易做的 你follow一定的rule 你大概就能够做到这样一件事情 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operation 就是goes rule这一系列operation之后 是不是真的达到你把右边的这一个 inspiration结果计算出来 然后把这个结果存到左边的变数 这一件事就是它stake操作 就我们刚刚讲的 假设我们的x在stake0 假设一开始的指数5 y在stake1一开始指数9 然后我们开始做 一开始stake是空的 然后我们先做一个push2 那我们的stake就是2放进去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pushx 那pushx就像是把这个 我们说过x我们把wattstake的0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x所在的位置的内容就是5 把这个5放到stake里面去 然后扣一个减 减我们知道就会把stake的前面两个拿出来 做相减的结果再放回去 所以这个2减5就是固3 所以当我做到这里的时候 当我做完这个sub的动作的时候 我的结果现在stake能长得像这个样子 ok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做 我们pushy 那我们知道y在这里 所以就把9push进去 然后再push5 所以现在stake的结果会变成这样 负395 然后做加法 就把5跟9拿出来 相加结果是14再放回去 所以就变成负314 然后接下来再一个减 就把14跟负3拿出来 相减就变成负17 ok 所以到这里为止呢 我把这个expression算完了 ok 你如果把这个x等于5 y等于9带进去这里面 你会发现这就是2减5 确实是负3 然后呢 9加5是14 然后呢负3减14呢 就是负17 所以呢 等号的右边呢 会算出负17 这个结果其实就在stake的顶端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 这个pop z的动作 就把负17呢 放到z所在的位置 就我们讲stake2的位置 所以z就变成负17 所以借由这一连串的stake操作 我们真的完成了这个expression intention 要我们做的事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virtual machine 它很powerful的地方 就是说 你很容易地把high level的 language的expression 或是assignment的动作 转换成virtual machine code 藉由一个routine的一个程序的一个操作 就可以做这个转换 为什么这个routine的操作很重要 因为compiler只会做routine的事 你不需要给它很清楚的规则 说怎么转换 这个就是compiler 到时候compiler就这么做的 对不对 当我读进来这个expression 读进来这个stakement 发现这个stakement呢 是一个assignment的动作 你怎么知道它是assignment 你还记得我们前面写late 对不对 所以它当发现 读进来一个stakement 有late这个keyword的时候 我就接下来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这个assignment的right hand side expression 转成post fix 然后呢 把post fix的表示法呢 转成stake的操作 做完之后呢 我就再做一个pop到left hand side这个动作 就相当于就对应到 compiler就可以把这个指令呢 翻成这一系列的virtual machine的指令 我们再看下一页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boolean expression的一个转换 如果在你的程式里面出现呢 x小于7 or y等于8 这样一个expression 那我怎么把这个boolean expression呢 转换成stake operation 一样我把这个boolean的expression 转换成所谓的post fix表示法 那这个 这一个boolean expression的对应的expression tree 大家会长这个样子 我最终做的是一个or 对不对 然后呢 左边做的是一个x小于7的判断 右边做的是一个y等于8的判断 所以这是我这一个 boolean expression的expression tree 然后把这个expression tree呢 根据我刚刚如果转成post fix 会变成呢 x7小于 这个y8等于or 所以会把它转成 x7小于 y8等于or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把这一个post fix表示法呢 每一个对应的指令把它写出来 push x push 7 有没有小于 Lt呢 就是把stack的顶端两个东西拿出来 比较它们有没有小于 然后比较结果呢 是出货的post呢 在push回stack的顶端 所以这Lt呢 就比较stack的顶端两个数 有没有小于 然后把结果呢 push回去 然后再push y push 8 issue就是有没有等于的意思 然后最后再做一个or 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一连串的 这个post fix表示法的这个symbol呢 转换成stack的operation 这个expression呢 就被我转换成这样子的一个 virtual machine的 一系列的virtual machine code 那这个virtual machine code呢 做了一个整体就是expression 要做的计算 那如果确实这个stack的运算 应该最终也会得到 一样的结果 你想这边我就勾诉乎一次 自己有兴趣 可以勾诉乎一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stack的优点是什么 它让我们很容易的把expression 透过post fix表示法 转换成stack operation 那我们的virtual machine code呢 允许这些stack operation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的 把expression呢 转换成virtual machine的 算术逻辑的运算 这我们的处跟force 实际上是用0跟负义来表示 在这个case里面 好了这就是我们的 9个virtual machine的 算术逻辑运算 比如说你可以哭叫 这一些算术逻辑运算 你可以做相加相减 或者是negative 注意这两个是binary 所以说这两个呢 会从stack的顶端 拿两个出来 做相加或相减 再把结果呢fush回去 那这个是honoring 比如说这个负歪嘛 对不对 所以它在从stack顶端 拿一个出来 把那个数呢变成负的 再放回去 相当于就把stack顶端 那个数字 从正面部复变正面 OK 好接下来这三个呢 是逻辑的 比较的comparison的运算 比较呢 stack顶端两个数 是不是等于 有没有大于 有没有小于 然后把结果呢 触获的force呢 push回stack顶端 那这个and or 是booling的一个操作 就是stack顶端 拿两个anchi出来 我们假设这两个都是 触获force 然后我们把两个呢 做and的动作 然后把结果呢 再push回去 那这个是做or的动作 OK 最后就是not 一样是analy 所以我就是把stack顶端 那个触感force force感数字这样子 所以这是九个 我的virtual machine 允许的算术 逻辑的操作 OK 那透过跟push pop的组合 我就可以去计算 任意复杂的 comparison 不管是算术的comparison 或者是逻辑的comparison 我都可以用这一些stack的 operation来达到 OK 那这是stack的一个powerful的地方 OK 好了 接下来我们等下谈这个memory segment 这个会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 因为这个概念 在我们的电脑 我们之前介绍的这个 我们讯息里面是没有的 之前介绍的我们讯息里面 都只有一个memory 一大块Rain 有时候硬体的角度来看 我有一大块Rain 可是从软体的角度来看 我有不同的变数 这些变数有不同的类别 他们应该 我如果把它放在不同的memory segment里面 我的管理上会比较容易 我不想把它们全部固在一起 OK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也像说我们根据high level language的需求 我把我们的Rain分成多个区域 或者你就想说我们有很多块Rain的意思 那每一块Rain来放同一种类的变数 那到底我们有哪一些种类的变数 大部分的object-oriented language里面的变数 大致上有这四种 一个是在class level 一个是在master level OK 好 现在麻烦是说 你也不晓得什么叫class 以及什么叫master 我想我等下稍微用一下这个 在我Jack的language里面 你可以定义这样一个class OK 我想以你现在的sense 应该可以大致上了解 他在说什么 因为他跟C的语法非常的接近 那什么叫一个class 你们在C里面应该叫过structure 我猜你们C里面没有class这个keyword 我class跟structure其实很像 其实在C加价里面structure跟class 基本上差不多 罗布零空间的事情 所以说我定义class 你把它想成一个structure 那这个class叫做bank account 也就是说 我把所有跟处理银行账户相关的 资料跟操作都定义在这个class 到时候这个class bank account 就会去处理跟你的银行账户有关的所有的一些事 相关的事宜 所以你看到这个bank account bank account里面 我有一个static的indicum 叫做new account ID 你知道银行要开账户 银行就需要给你一个账号 对不对 那个账号就叫account ID 所以银行自己内部就需要maintain的一个account ID 他才知道说下一个申请者我要给你第几号ID 第几号账户 因为账户不能相同 对不对 所以在我bank account里面 我必须要有一个new account这样的变数 注意到他写static static就是说所有这个class 只有一份这个account ID 因为到时候会有很多个bank account 我的bank account 你的bank account 所以我的bank account是一个属于bank account的变数 你的bank account是属于bank account这个class的变数 可是这两个变数 他们两个所讲的new account ID 存在同个空间里面 所以这一个static的变数 我们叫他称为所谓的class level的变数 static变数 好的 接下来在我们这个jack的language里面 这些是属于object level 每一个account有自己的ID 自己的账户的名字 就是你这个户名 跟你的balance 就是你现在账户里面有多少余额 那这个是每一个account自己的 他用field的keyword来做区分 所以这个也是在这个class level 可是他叫做private variable 就是说每一个class variable自己都会有一份 我没有想到你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 就是说到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create 比如说这个bank account 比如说我们叫做John跟Mary 我用JMM 这两个变数 这两个变数都是bank account这一个类别 对不对 John呢有自己的bank account Mary也有自己的bank account 所以说你就会有这个John 的bank account 跟Mary的bank account 那在这两个bank account里面 都有他们自己的ID 有账户 的账号 owner 就是户名 跟balance 比如说呢 这可能是ID 13号 这个名字是John 然后呢他有100块 那这可能是ID32号 那这个名字是Mary 然后呢 他呢可能是负2块 OK 那可是这个new account ID 是share的 所有人呢 都share这个new account ID 比如说呢 这个银行呢 现在已经发出了这个100个账户 所以下一个呢 会是101号 那这101呢 是所有这个类别的变数share同一个人 OK 所以这个我们叫做static available 这个我们叫做private available 就是每一个object自己都有的叫private 整个class共用的叫做这个static 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们用这个keyword static跟field 来区分这个static variable跟private variable OK 好这个在所谓class level 我们说一个class里面 会有data members 来负责的储存 这个跟银行账户有关的资料 另外另外会有一些method method就是用来做跟银行账户有关的操作 比如说我们这个操作是new 开一个新的银行账号 那你给我这个你的户名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帮这个Aden开账号 你就会去呼叫一个new 然后Aden 把Aden的名字给他 OK 好了这是一个method 这个方法 这个function 我对边有一个操作 OK 那个操作里面会有一些变数 比如说这个owner 是一个argument 这是个method 这是个方法 这个method 它的名字叫做new 当时一个很特殊的method 它的名字叫做new 然后它会有什么样 它会argument 我把这个owner的名字传进来 这个case里面很不幸 它没有local variable 或者你看它method里面 可能会有argument 那我看一下下面有没有 哪里有local variable的例子 这些刚好都没有 不过还好我们刚刚 我们待会讲的例子会有了 如果它有local variable的话呢 它会有 就是下VAR 如果local variable 就没有VAR OK 所以在method里面会有两种可能的变数 一个是argument 就是你外面传进来那个argument 另外是你的local variable 就是前面加VAR 那些东西 OK 所以大概在我们的jack里面 我们用了三种keyword 来定义四种不同的变数 对不对 我们用这个static 来定义class level的static variable Field 来定义class level的private variable 我们来定义 这个VAR 来定义 所谓的messor level的local variable 然后呢 这个messor后面 刮骨里面 跟着呢就是所谓的argument 所以我们大概有四种种类的变数 这个投影片来 所以在我们想要support的这个object base的jack里面 大概会有四种种类的variable 这四种 class variable 我们有static variable 我们有private variable static variable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bank account里面的new account ID 就是所有的 属于这个class 所有的变数 share同一个 一份copy 就叫class的static variable OK 你们在C里面 应该有static variable的概念 OK 好 那private variable 就是每一个object 它自己有自己的 比如说你有自己的 这个bank account ID 自己的owner的名字 自己的balance 这是你自己的 每一个bank account的instance的 这个object都有自己的 这一个 variable 自己有自己一份的copy 所以这是class level的fiber variables 另外这个messor level 就在我们class里面 会有一些messor 降到一些function 那些function 会有一些argument 或一些logo variables 大概就这样 你到了这四类的变数 那这四类变数呢 各有它不同的function 各有不同的live time等等 所以我们希望呢 把它们分开在不同的memory 里面来做出去 OK 所以相当于我们会 各在一块memory 一块memory 来放所有static 一块块memory 来放所有的private variable 一块memory 来放所有local variable 一块memory 来放所有的argument 这样的话 我们compiler 做事情起来 会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的virtual machine 我们就假设 virtual machine面 有很多块memory 我们把它叫做memory segment 你可以把它想成 它是一块一块的ran 你会有四个不同的ranchip 一块ranchip 放static 一块ranchip 放private 一块的放local 一块的放argument 所以呢基本上 我们就会有四个memory segment 分别叫做static this local this for this this 如果你学过 这一个 c++ 或者是drava this 这个keyword 你应该会很厌守 this 讲的就是 你是谁 ok 在这个object based language 里面 跟我们人生一样 常会问我说我是谁 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出一个this 你问你是谁 你就看this this就知道你是谁 大概就是这样 ok 好那我们对这四个不同的变数 我们说过为了 资料管理的方便 compile的写作方便 我们用四块不同的memory 来储存它们 那你说为什么要四块 不同的memory 因为你是virtual machine 你爱怎么用就怎么用 它不存在 你不用想怎么去做它 你就是想 到时候会有人去想怎么做它 我们现在只要想说呢 我怎么设计最方便 那我们设计起来 认为最方便的方法就是 帮每一种variable type 各自帮他 留一块rate 给他 那我们把这四块rate 分别叫做static this local ok 那除了这四块segment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另外 四个segment 叫做lat constant point content 这我们待会再来看 所以你可以想你的virtual machine 它support 17个指令 然后它有8块rate ok 就是我们先讲的 还有8块rate 那8块呢 static this local lot constant pointer temp 也许我可以直接看这个 你先看这个图 假设你就想成 这是我的virtual machine 的memory hierarchy memory structure 就是在我的virtual machine 里面有这8块memory constant 我都没有画出来 因为constant这一块ram 其实并不真的存在 因为constant就用来放constant 比如说1是个constant 那constant1 通常你不用真的存1 你就直接把它翻出去就是了 听懂我的意思吗 如果constant16 你就直接把16翻出去 你不用真的 放一个地方来放16 所以conceptually 我们有8块segment 实际上我们大概只有7块 就我们这边看到的7块 ok 所以你就想像说 我有一台machine 里面有8个randchip 那8个randchip分别叫做 state static argument this.temper 跟local 还有一个叫constant 大概是这样 好那我们再回到 刚刚我们讲的这个 所以我有8个memory segment 分别叫这些名字 那所有memory segment 它的assess的做法是一样的 首先你告诉我你在assess哪一块segment 那接下来你告诉我 你assess这个segment里面的 第几号位置 大概就这样而已 所以你大概会这么做 其实刚刚有稍微偷偷用过 对不对 或memory segment的名字 index memory segment的名字就是这8个 中的哪一个 index就是第几号 相当于位置 你这个指定是哪一个randchip 这个说这个randchip里面的位置 好 好 我想我们 大概有这个概念 我们接下来看实际的例子 会变得会清楚一些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要看一个 比较复杂完整一点的 virtual machine code 应该说我们看怎么样把一个high level code 翻成virtual machine code ok 那为什么我们要了解这个怎么翻 通常你不会直接写virtual machine code 因为virtual machine code 我们说过它是个中介语言 是让compiler翻 到时候呢 再把这个翻成 这个assembly 才能够真的run 所以通常呢 是compiler写的不是你写的 ok 不过compiler是你写的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怎么写 才要帮我教compiler写 虽然你不会直接写 可是你要教他写 所以你还是要懂virtual machine code virtual machine大概怎么写 ok 好我们接下来会看一个virtual machine的一个例子 不过在看那个之前呢 就我们目前对virtual machine的了解 没办法写出个太完整的例子 因为我们目前只会呢 我只教你9个算数的运算 对不对 加减 负号 然后大于等于小于 and all and all 这9个算数的运算 跟push 跟pop 这两个data movement的运算 对不对 push跟pop就是呢 把某一个memory里面的某一个位置的东西呢 丢到stake里面 或是把stake的顶端拿出来存到 某一块rain里面的某个位置 我目前只会这11个指令 那这11个指令呢 目前没办法让你写出太有趣的程式 所以我们先偷偷用了几个程式 偷偷用了几个指令 function label 跟if go to ok 那我想这几个看keyword 其实也不是那么难理解 function就是在定义一个函数嘛 函数这件事情其实是很了不起的 你们知道我们 在c里面你大量使用函数 可是在hack里面 你看不到任何函数 那这中间就game能做到 那我们的virtual machine 就先偷偷的用一个函数 你c没有函数我就有函数 这样翻很容易翻嘛 那至于怎么变成hack 我们下一个一半才会看得到 ok 然后label label更简单 这个assemble里面就有什么 label就是一个go to的target 对不对 if go to呢 其实这个也不难嘛 所以就像我们hack里面那种jump if go to就是说呢 你从stack的顶端拿出来 那一个entry如果是true 你就go to这个位置 如果是false就不要for 就是继续走下一趟 就是if go to的意思 所以pope x if go to就先pope x 从stack里面拿出来一个数字 叫x 如果x这个数字是true 我就能跳到target去跑 否则的话我就直接下一趟 就这样而已 ok 比如说我们看下面这个指令 if x大于n go to loop 那我就可以写成这样 我首先要算这个expression 这是一个high level的 mini level的描述 首先要是evaluate this expression 这个expression如果是true 我就go to 所以这个怎么翻 就变成我先算这个expression x大于n的expression怎么算 expression对不对 变成true 变成一个tree嘛 所以x大于n呢 就是一个这样的expressiontree 我先算这个expression 然后呢 pose fix表示法呢 xn大于 所以push x pushn大于 然后呢 算完的结果 会存在stack的顶端 所以我最后叫做if go to loop 这样就好 所以这个high level的expression 很容易就翻成这个部分 ok 逻辑上就是这样 如果你high level写这样 if expression go to 某个level 那你就是呢 先做expression 然后再写if go to 然后再写if go to 就这样而已 现在你暂时没办法想象这件事情 你应该有多高兴 为什么 因为你要记得我们之前所有比较 应该有很多同学问过 你会记得我们之前所有比较都只能跟零比 只能跟零比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尤其当你比较很复杂的时候 比如说 有刚刚那个机制 如果说你的high level language写出这样的东西 可以 if 这个s加y 大于n加4 然后你就这个go to 这个 xxx 比如说 这个high level language的expression 如果你要用hack写这个 你应该会很痛苦 可是有virtual machine 你会很愉快 对不对 因为先做expression expression就是 这个expression怎么做 这个expression呢 写成这个tree 就是我要比较两个大于关系 就把s跟y加起来 然后n跟4加起来 那我就可以写这个 我就pushx pushy 然后加 然后我就push n push4 然后呢 也是加 然后呢 大于 expression就算完了 然后就加一个ifgo to xxx 这样而已 所以你发现 把high level language翻成virtual machine code 很简单 你只要follow一定的路 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做 可是如果把这一段code翻成hack7 你应该会有点 黑黑 所以你可以自己试试 你发现不是那么容易 那这些virtual machine它的一个 用逸 用逸嘛 如果说我们的virtual machine 会借在high level language 跟low level language之间 我们让这个翻译呢 两边的翻译都稍微简单一点 所以说 有了这样的机制 你会发现 这么复杂的logic expression的判断 其实你都很容易就会做到 OK 好了 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 如果你写出了这段code 你要记得我刚刚有写过这段code 这一段乘法的code 它是个function 这个乘法的function 然后你给我x跟y 我的目的呢 就把x跟y 乘起来 结果呢 return回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方圈里面 我会有两个local variable 注意点 这不是jack的code 这是某种high level level的code 并不是真正的jackcode 大致上跟jack结构很像 我也差别 如果jack在前面加个var 这边加个lag之类的 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好像可以看一下这个high level code 你应该看得懂 我有两个local variable 一个叫result 一个叫j 一开始result是0 j等于y 然后呢 我去判断了 如果j不等于我继续做 怎么做呢 result等于result加上x 每次把这个j剪掉一个 我做这一次 每次呢 把result加上x 也就是我把 j个x加起来 一直到呢 我都用完为止 所以我把这个结果 就连加宝做乘法 OK 好 那我现在问题是 这一段high level code 怎么翻成virtual machine 比你想象简单很多 首先 还是这个地方很复杂 whyo没有 whyo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级的路 那在我们的virtual machine 虽然我们已经尽量向它靠近了 可是我们还是提供了if go to 所以你还是得要把这种 whyo、for等等 换成if go to 这件事情并不复杂 这个我们已经也做过了 所以你的suto code 大家找这样 我把这一段whyo 大家换成这个样子 这个我们之前换过了 OK 那之前 当然我们之前是把这一段code 换成这个assembly 现在我们是要把它换成virtual machine code 你会发现舒服很多了 不过这一部分的转换呢 就是把这种非常高级的回圈 换成这种所谓的conditional jump 这应该看得懂并不困难 好了 由这个之后我们就看这个suto code 然后我要求你把这一段high level code 翻成virtual machine code 其实非常非常舒服 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多了 好我们一行行看 一开始我定义一个function 叫做乘法 那我先暂写 我就这么写了 那当然你知道说 我们virtual machine 也有function 那我就先照抄 我定义一个function 叫做乘 它有两个argument 一个叫x 一个叫y 那像下面这些宣告变数 理论上不会对应到合扣 你只需要留某个空间给它 好了我会有两个local variable result 跟j 那它们应该放在哪里 我会留哪一块空间给它 result就放在local0 result是个local variable 所以它放在local那一块ram 那local那一块ram 之前没有用过 它是第一个 所以它是local0 j就local1 所以你可以想象 我们现在暂时不要写它了 只是说到时候 result就是local0 j就是local1 那y呢 argument0 那x呢argument0 y就argument1 就这么简单 如果我们先暂时不要帮它assign 我们就把它叫x 叫y 叫result叫j 待会再换 ok 所以这边我们只是宣告local变数 其实它只是在ran里面留空间 就像simple table里面create engine 它并不会真的产生任何的core 而是留空间下来 好这一段core result等于0 所有这种assignment的动作 你记得先做右边expression 做完右边expression之后 再pope到左边就好了 那这边呢 右边expression是什么 就是0 就是push0 所以我们现在在翻这段core 这段core呢 push0 好了 expression算完了 下面就是pope pope什么pope result 这段core就这样翻 就没了 隆造等于0 就是push0 pope result 可以想象就是把0放stake 再把stake 拿出来 存到隆造去 做到隆造等于0 这件事没错 下面这个c等于y 一样是assignment 对不对 assignment先做右边expression计算 右边expression很简单就是y y怎么算 pushy嘛 对不对 下一个就pushy 再把结果pope到左边的j 没了 不做完 这一段呢 比较复杂 我们改用这一段来看 对不对 loop 就是label loop 对不对 我们有个叫做label的指令 那就是目的就是产生一个label 就是label loop 就这样 好的 这个 if j等于0 go to end 我们刚刚是不是说过 如果是这样的东西 我先把expression算一下 对不对 这个expression是j等于0 或牵涉到什么 把它换成pose bit j0等于 所以我先pushj push0再等于 所以呢 expression计算就翻成这个 push j push 0 eq ok 那这里呢 这个底端应该就是expression计算的结果 然后接下来就是if go to end ok 如果是cho的话 我就跳到end 所以这指令就换成if go to end 你即使不知道你在做什么都会办 就是照着这个公司办的事 你即使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如果你不是会办 跟compiler一样 compiler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就是会办 好 这个稍微复杂点的simon result result 我们说过所有simon 右边的expression计算 右边的expression计算 右边的expression计算是什么 result p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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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push ok 我就把这个上面做完 这个呢 PushJ Push1-PopeJ PushJ Push1-PopeJ GoToLoop GoToLoop就GoTo嘛 造钞GoToLoop 没了 然后And就LabelAnd 然后最后呢 我们回到这里 叫Return Result 在我们的Virtual Value Core 里面有Return这个指令 直接有Return Result就好了 OK 所以Roughly是这样 就是Roughly是这样 所以呢 你会发现这个High Level Core 很容易翻到Virtual Value Core 就是按照那个规则 翻就是了 所以最终呢 我们会翻出呢 这一段Virtual Machine Core OK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Virtual Machine Core 我们把它叫First Approximation 原因是因为呢 所有的变数 其实我们还是用变数的名字 X 还叫S Y 叫Y 乳造 还叫乳造 最后一叫所以等等 不过我们知道 这些变数呢 其实最终会被Assign到 Memory Segment 里面的 某一个 Entry 对不对 我们知道呢 Result 我们说Result呢 是Local Variable 所以呢 我们会把它放在Local这块Ret 所以Result呢 最后会变成Local 0 那J呢 就叫Local 1 那X呢 是个Argument 所以它叫Argument 0 Y呢 就是Argument 1 所以呢 所有的这个 Result 我们都把它换成Local 0 所有的Y 我们都把它换成Argument 1 所有的这个J 我们都把它换成Local 1 以此类推 所以最终呢 我们最后产生Virtual Machine Core 长成这样 OK 我们这边只是把所有的变数 换成Memory Segment 跟Index 好 那这个Function这边 注意到我们这边稍微改了一下 在我们真正Virtual Machine Core 里面 你不要告诉我Function叫什么名字 你只要告诉我几个Argument就好了 所以我们叫Function和ULT 两个Argument 这是真正的Virtual Machine Core OK 也就是说这一段High Level Language 最终会翻成这一个Virtual Machine Core OK 那我这边想要强调的是 这一个翻译 简单 会比你写Assembly舒服很多 OK 因为呢 Roughly 你这个High Level Language 能够做的事 你的Virtual Machine都会做 所以它转换似乎基本上都是一对一 跟他们转换 OK 就比较复杂像这一种 会比较复杂一点 不过有很好的Rough 先算是Way Inspiration Inspiration怎么算 转成PostBeats 再用Stake操作算一算 最后结果就要Stake的顶端 所以把Pope到右边的变出来 这样就好了 OK 好这个就是整个一个程序 到时候这个动作就Compiler做了 因为这个动作很简单 Compiler应该也很容易写 因为你做起来觉得很舒服 Compiler应该也觉得很顺 因为它的Rough很简单 OK 就并不难交Compiler做这个转换 OK 会比交Compiler做Assembly 简单多了 OK 不信你试试看 你自己要把这段扣转成Assembly 都会有点卡卡的 可是要转成Virtual Machine Code 应该会 很容易 所以原因是我们说过Virtual Machine Code 它是一个中阶的语言 所以 它比高阶语言 没有那么高阶 可能就比一阶语言 高阶很多 所以这个转换会容易 容易非常多 所以为什么我们 引入了Virtual Machine 扣的一个原因在这里 最终的操作有点像是这样 实际上在呼叫的时候 你会把Argument 分别分配来放一些变数 最终的结果 我们会把这个 3乘以7的结果21的 放在Stack的顶段 OK 然后Return回去 为什么我们最后操作是把这个结果放在Stack的顶段 Return回去 因为我们希望所有的操作都是 类似的状况 把Argument放到Stack来 所有的这个参数 所有的这个参数放到Stack来 运算我会把这些Argument都拿出来 算完结果把结果放回去 你记得我们刚刚所有的操作是这样 你需要两个input 就从Stack拿两个 你需要一个input 就Stack拿一个 拿出来之后算完结果把结果放回去 一样的case 这个乘法我们需要两个input 所以我们就从Stack拿两个出来 运算完之后把结果 再Push回Stack的顶段 所以看到 这个最终呢 我们会把这个21 放回Stack的顶段 OK 那你也可以想象 这个Argument怎么传 X跟Y怎么传 到时候你会用Push的方式 比如说你要算3乘以7 你就会Push3 Push7 然后MULT 然后结果21就会让Stack的顶段 就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流程 这边我们只是 透过这个例子的一个转换 来大概让你知道 怎么样把一个 High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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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转成一个Push machine code OK